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卫问编位》 故事一开始,小美的父亲早早去世,母亲因为双目失明生活不变 小美从很小的时候就担任起了照顾失明母亲的责任 这样的女孩子特别容易信任男人 很快小美跟男友为爱鼓掌并生了一个孩子 但在这之后,男友抛弃了他们 小美一个人既需要负担儿子在国外的费用 又需要在家照顾母亲 迫于生活的压力,她只能堕入封城 好心的邻居大哥是一个警察 虽然知道小美的工作 但由于小美的家境原因,她也默默地表示理解 在风月场所有一个民工经常骚扰小美还不给钱 欺负过小美之后还跑到工地和自己的兄弟们大肆炫耀 而这些民工听了之后纷纷也想试试 小美在工作完之后回家会路过他们所在的工地 就在这天晚上,他们一起在工地揽下了小美 在深更半夜的工地里自然没人能救得了小美 竟然完事之后又怕小美报警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地用塑料袋把小美活活闷死 并埋在了工地之下 第二天,邻居大哥出门发现小美的母亲一个人在家摔倒在地 于是大发善心请了一天假专门照顾小美母亲 夜晚死去了的小美回到了家 发现市民的母亲竟然能看见自己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死了 过程中恰巧被邻居大哥碰上了 邻居大哥则被小美只顾专钱不顾母亲 小美听了很无奈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 只是恳请邻居大哥帮忙照顾母亲一段时间 大安大德无以为报 之后,饿鬼小美开始了复仇计划 她每天白天利用法术将欺负自己的民工一一送上了西天 等到晚上,害怕母亲挨饿的她 又会去偷割一点牛头马面的肉回家 将其做成菜味给母亲 几天过后,只剩在那个带头欺负她的民工还活着了 另一边,邻居大哥也是工作繁忙 准备暂时将小美的母亲拜托给福利院 可就当大哥领着福利院的人前来时 众人却发现老太太的生活紧紧有条 每餐每饭都有人给做 这让大哥非常的疑惑 另一边,小美大仇已经报了一大半 心情大好的她就准备好好报答一下邻居大哥 于是她主动上了大哥女朋友的身 和大哥为爱鼓了掌 接下来,小美又继续跟着那个民工 决定将他慢慢折磨死 民工害怕了 于是选择了去报警自首 这时邻居大哥才得知 原来自己之前见到的小美是鬼魂 他劝小美放弃 并且告诉小美 民工已经躲到了寺庙 你是无法进入报仇的 可是在听了小美阐述自己当晚的惨痛遭遇后 大哥也是怒火供了惊 当即决定帮助小美复仇 最终大哥将民工赶出了寺庙 小美终于大仇得报 转世投胎去了 影片的最后 小美的母亲被送去了福利院 而邻居大哥也收养了小美的儿子 影片告诉我们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些人会